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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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教授還有我們兩位工作的教學夥伴 還有在座各位同學大家早 這個很高興今天 而且非常榮幸今天有機會來跟各位同學 稍微比較有系統的來介紹 這個歐洲的心臟 歐洲的心臟 就是德國 當然就是斷斷續續 我想在座各位同學都有不少的經驗 也許有透過交換學校 或者是在這邊有接待 有一些德國的相關的 不管是商務 甚至或者是交換同學 一定都有一些經驗 我今天當然也有點是瑕疵摸象 因為畢竟 整個德國呢 它南北東西還是差異蠻大 南方的德國人跟北方德國人個性還是不一樣的 個性是不一樣的 那普魯士的德國人跟巴巴利亞的德國人呢 這個是很大很大差異的 巴巴利亞的德國人就比較接近奧地利 比較密尺的 比較溫和一點 那北方的呢 就是非常紀律 非常嚴格 非常有秩序 這樣的 當然我不是講說 南部的巴巴利亞沒有秩序 只是說個性上呢 就會不太一樣 只是說 我近我所 這三、四十年來所接觸過的 所看到過的 而且呢 真的是 親眼在那邊看到德國柏林微想的倒塌 很可惜 我是沒有敲幾塊石頭回來 很可惜 但是呢 我們真的是在現場就有看到的 好 那今天呢 我就是 就我所知道的 來跟同學做一個經驗的分享 那當然呢 我還是再去強調 這個是我所看到 想到 還有最近大概幾十年來的一些經驗 那剛開始的印象呢 當然我們就知道說 這個德國很多童話 故事 還有很多古堡 小的古堡 那但是呢 比如說南部的新天鵝堡 或者是 這個布萊梅的音樂之家 這個四隻動物 或者呢 是中古世紀的 像羅登堡 也就是說 南部有一個古堡街 北部呢 童話街 那 這個也有先中之路 那蘭茵河呢 是很重要的 一條河流 那德國的古典音樂 德國的古典音樂呢 這個也是大家耳熟能詳 貝多芬也好 然後好多好多位 摩扎特啦 等等等等 這個好多位 那 另外呢 哲學家 像康德 那當然啦 另外 影響我們最近幾個世界很重要的人物 馬克思 他是在德國 特利亞 西蘭部的特利亞出生 但是 他沒有終身 他沒有 他沒有真正住在德國啦 後來 所以這一點呢 德國人就開玩笑講說 不要把這個共產主義 這個 歸罪到德國 德國沒有真正實施過共產主義 好 那接下去呢 我們就來看看說 像這個 德國這個歐洲心臟的重要性 那從世界的 生產力 生產產值的排名來看 這個整個 德國呢 目前是排在第四 排在第四 次於美國 中國 大陸 還有日本 那第四 但是他的出口值啊 他的出口值啊 他的出口值呢 前幾年 周常常是全世界第一的 那 前幾年稍微被 中國大陸趕過去 趕過去 所以 這個 我們就會想說 咦 怎麼這樣的一個 國家 這樣一個 情況 那 它沒有什麼特色 那 對我們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些啟示 等等等等 那 所以呢 今天就我所知道了 來跟各位 同學啊 大家做一些經驗的分享 經驗的分享 經驗的分享 好 那 很簡單的 我們看德國的總體情勢 成長率呢 還算不錯 百分之1.8 1.9 那接下去呢 通膨率物價非常穩定 所以呢 基本上 像 如果是在德國求學呢 那基本上他是 大學部 大學部 不收學費的 那博士班呢 現在教育改革以後 博士班稍微收一點學費 因為是根據他們的憲法 然後 物價非常穩定 這個生活的費用啊 不會比台北貴啦 非常穩定的 那 失業率 是歐盟國家裡面相當低的 百分之三點多 我們的印象 歐洲國家的失業率 因為工會很強大嘛 所以失業率都比較高 那 德國呢 他這一點 接下去就是 他的貿易粗糙都非常高 貿易粗糙非常高 那這一點呢 對他來講是好 但是對其他 歐盟國家 對其他歐盟區的國家呢 是大家抱怨連連了 大家抱怨連連 那另外他一個特色 他的財政非常穩定 財政 他沒有赤字 前年呢 就已經完全是沒有赤字了 財政這方面 所以 也是相當特殊的一個地方 那背後的理由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呢 好 那接下去 很快的 我們看這個 德國有三條很重要的河流 那第一條呢 當然就是 在源自瑞士 發源自瑞士 這個 藍河 藍河 他們稱為父親之河 因為 這個德文 前面 名詞 前面都有一個定貫詞 那這個定貫詞 是陽性的 那多南河 多南河 是 在 南部的 這邊 多南河エシング 這邊發源 一直往東 一直往東 那一直到黑海 這樣子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在東邊 在東邊 有一條河裡叫 奕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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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相當重要 整個藍河呢 從 這個 瑞士 這個山上 然後呢 到 波登湖 波登瑞 然後呢 沿著 這個德法的邊界 那 流行像 科隆 杜塞多夫 那一直到 荷蘭的 那個 路特丹出海 那 這個是有大概 860幾公里 的 這個長度 然後呢 這邊 北部的 奕北河大概700公里 那 南部 這個 多南河 686公里 這個是 他們相當重要的 這個 運輸 而且是 很重要的 這種 像 這個觀光 等等這些的 好 那接下去啊 我們可以 稍微 看看 就說 嚴謹的這個 或者是嚴肅的 德文 這個底下呢 事實上他們還是有 放縱的時候 放縱的時候 就像說 同學們想一想 我們平常非常嚴肅 嚴謹的話 我們總是會有發洩的時候 同學想一想 我們發洩的時候在什麼地方 有時候看球賽 大家發洩發洩一下 甚至呢 這個是大概30年的惡習慣 比如說我們看到 在比賽的時候 有時候大家高興了 把瓶子、罐子往中間丟 那這個德國人呢 他們有他們瘋狂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 南部 10月啤酒節 喝啤酒的時候 當然是非常非常輕鬆 那現在呢 台北市也引進了 10月啤酒節 Octoberfest 然後另外呢 就是在3月的時候 他們復活節過了以後 有這個所謂的 星期一、星期三 這個非常快樂、非常放縱的 嘉連華這個節日 那所以也就是說 他們有嚴謹的一面 但是也有放縱的一面 今天要像跟同學們分享的 大概有四大段 第一大段呢 的確 1990年的10月3號 這個東德跟西德的統一 這個是最近的一件大事 因為柏林威強沒有倒塌之前 那我們去那邊 都感覺到肅殺之氣 甚至呢 他很多管制 他很多管制 那 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是一件大事 那他在這個整合 所謂統合 他呢 有很多的這個疑問 第一個 因為事實上 德國統一非常晚非常晚 所以各地有很多很多的 小諸侯的那個古堡 他不像法國 或者是其他西歐的國家 有個大帝國 他沒有 他都是小小的諸侯 小小諸侯 所以他有這個歷史的發展 有這個歷史的傷痕 那即使呢 統一以後 他在國際的政治舞台上 還是非常低調 還是非常低調 好那第二段呢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就是 當然他戰後 他特有的一個市場 所謂的社會市場經濟的制度 帶來他這個所謂的經濟奇蹟 那當然這個經濟奇蹟呢 也不會說發展都沒有什麼障礙 還是有 所以他也經歷了改革 那整個呢 這個經濟再度的繁榮 好那第三段呢 就第二段想一想 那第三段呢 就是他的一些表現 一些顯現 就是他的公益 還有他科技政策的思維 還有呢 就是在2010年以後 發生很嚴重的 這個所謂的歐洲債務危機 希臘快倒閉了 西班牙也是相當危險 那葡萄牙呢 也幾乎倒閉 那艾爾蘭呢 也幾乎是這個歐債危機 就是緊接在2008年 國際的這個金融危機之後 那燒到歐洲 所以在這個歐債危機之中呢 德國他當一個中流砥柱 中流砥柱 然後最近幾年來呢 他影響非常大 這個是我們國內可以 還在思考在接近 就是他呢 這個政府宣佈 告別核電 告別核電 然後要轉型綠能 這個是很大一個影響 然後啊 當然他歷史的傷痕還是存在了 就是說 他那個二戰以後 那整個民眾 整個社會 整個社會 這個思潮 想法 還有這個戰爭的一些傷痕 不管是加害者被害者 都有一些傷痛 然後在1990年呢 統一東德境列的秘密警察 史達斯 這個 他這個檔案的慢慢慢慢解密 那解密以後啊 這邊在談這個轉型正義 這個他們大概怎麼樣一個經過 還有當然最近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這個北非啦 地中海的難民啦 甚至巴基斯坦啦 這些難民的問題呢 結果造成目前德國執政黨 在很多地方的選舉中大幅的失利 那等等等等這些 好 那最後啊 最後就近時間的這個容許呢 我們稍微來分享或是談一談 從這個德國的歷史發展 我們大概可以有些那些借鏡 當然任何一個成功的經驗 不管你是一個企業也好 一個國家也好 我們是能夠效法借鏡 但是不太可能完全複製啦 比如說像台積電非常成功 但另外一家公司 有沒有可能完全複製台積電的經驗 不太可能啦 這不太可能 因為人是地物 制度 個性 mentality 各方面都不太一樣 所以但是我們取法負上德負中嘛 那有些我們還是可以學一學看一看 好 那這個長久以來呢 因為德國他真的是很多很多小小的諸侯啦 所以大家會問說德國在哪邊喔 好 那大致上呢 我們很簡單的喔 這個我不會講太多喔 就是從16世紀喔 1648年開始喔 有一個和平條約喔 那當時候啊 一直到1806年了 那就是這個所謂的神聖羅馬帝國喔 那事實上影響力也不是很大 那以德國皇帝為首 那個時候後來就是後來就解體了 後來呢慢慢慢慢 到1866年 就大家講一講 這些小的諸侯啊 就說啊 我們還是聯合起來吧 因為西邊有一個很強的法國嘛 法國 那後來呢一直到1871年了 就是所謂的鐵學宰相 這個Otto von Bismarck 那他呢慢慢慢慢的 就是整合 遠郊進攻 整合了很多小諸侯 當時候分成兩大 兩大系統 有一個系統就是以維也納為首的 維也納為首的 那他們就說他們要 他們自己成一個帝國這樣子 所以各位在看 這個普魯士奧地的代表呢 他們當時候在爭執 那後來奧地利的代表說 他們自己成立一個王國 那剩下的這個部分 就是普魯士跟其他小小的這些諸侯 大家聯合起來 成立一個邦聯 所以 這個普魯士的主張 跟這個奧地利的主張不一樣 奧地利是一個大帝國 那這個普魯士 是這個鐵學宰相 這個是說我一個小德國就好了 那後來呢 就發展起來以後 到第一次事業大戰 那德國被捲進去了 那戰敗 然後到1933年 這個納粹掌權 就是國家社會黨掌權 然後接下去呢 二戰失敗 那二戰失敗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 那這個西邊呢 就是這個英國 法國 美國佔領 那東邊呢 就是蘇聯 當時候蘇聯佔領 被市場佔領 好 那慢慢的呢 就是東西方各自成立的 他自己的國家 然後1947年呢 美國的馬歇爾援助計畫 這個是幫助整個西德呢 戰後復興 然後再加上這一個後來呢 因為他們採取的這個 社會市場經濟制度 就是說不完全管制獨佔 但是也容許競爭 這樣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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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很重要的就是戰後 當然 這個很多列強就是說 這個德國兩次讓他這樣戰爭強起來 就是因為他有這個 有煤 有鋼 這個是重要的戰爭的這個武器 這個原料來源 所以呢 就這個煤鋼要共管 特別是盧爾工業區 盧爾工業區要共管 那後來呢 西方國家認為還是讓德國加入整個國際社會 那這樣的話 讓他也負擔一些責任 所以後來加入北約 還有這個西歐聯盟 那1957年呢 有六個國家 就是德國 法國 義大利 還有 北約瑞 比利時 荷蘭 還有盧森堡 他們就根據這個羅馬條約 成立一個歐洲經濟共同體 那這樣慢慢慢慢的發展 1961年呢 就是德東的部分 東德呢 他就蓋了圍牆了 那這個圍牆呢 後來一直到1989年的年底 慢慢 那時候國際情勢慢慢就是沒有那麼的對立 所以就解開了 所以這個中間呢 有1990年的二加四會談 還有10月3號 這個兩德統一的條約 那後來1999年呢 就歐盟國家裡面喔 那裡面有 剛開始是11個 11個 會員國呢 他們就是 成立了 這個使用單一貨幣 因為在那個之前呢 大家如果到歐洲去旅行 非常不方便 常常呢 過一個邊界 開車呢 比如說你開車經過四個小時 幾個小時呢 到一個邊界 你就換錢了 那如果剛好碰到星期六 星期天這樣很慘 因為銀行關門嘛 那個時候當然沒有說像現在這麼方便 這個什麼 什麼線上支付啦 手機啦 當然都沒有的嘛 那信用卡也不是那麼普遍 那個時候啦 那個時候 所以他們就成立一個單一貨幣 那當然是慢慢慢慢朝向一個統合 那 目前呢 就有這個歐盟裡面的歐元區 歐元區裡面有19個會員國 那這個歐盟呢 本來有28個會員國 但是呢 因為今年 今年就是那個英國投歐嘛 Brexit 所以可能就剩下27個 那裡面有19個國家是使用單一貨幣 那單一貨幣 當然這個有很多很多的議題 很多很多的問題 我們可以再繼續的來研究 好啊 那現在呢 我們就慢慢慢慢的談到它一些的制度 還有歷史的淵源 那接下去我就跟各位報告就說 那這個是經濟學人週刊 當時候的一個報導 在2012年就談到說 這個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制度是不是一個神話 那它是不是有優點 它的競爭力來自什麼地方 那這個大家可以接下去我們來看一看 那二戰以後 德國是非常慘的 德國被炸得非常慘的 因為這個很多地方特別是像製造那個重型坦克 甚至當時候希特勒有在做那個噴射機 卡斯爾這個地方被炸得更慘 那所以同學們有看一些這個戰爭的電影 什麼Memphis的神話 什麼什麼這些的 就知道他們如果去轟炸德國 那這個戰後 戰後真的是一片廢墟 那廢墟要重建 所以當時候很多的婦女 因為大部分男士男生在戰爭中死亡 甚至在波蘭 甚至俄國的境內被俘虜 那真的是缺乏這些勞力 所以當時候的女士女生 那邊擔任非常重要的重建工作 一直在那邊重建 各位看到很多很多在那邊搬運石頭清洗 然後重建 這個是他們非常所謂重建的重大的一個經過 然後在1946年有這個紐倫堡的軍事大審 就是把這個二戰的納稅的一些戰犯 就是經過這個審判 不過後來呢 後來剛好因為就是也是這個東西方對抗冷戰態勢形成了 所以事實上有一些這個戰犯呢 後來也就是沒有那麼嚴格去執行他的一些審判的結果 這個也會有這個國際情勢這方面的這些影響 那接著呢 我們就去想一想 那他這個戰後的發展 他這個經濟奇蹟 當然是不會憑空掉下來的 不會憑空掉下來的 那所以在討論上呢 就有所謂的他這個經濟制度的歷史淵源 還有大家把他們稱為萊茵模式 因為剛好是萊茵盒嘛 萊茵博士 那後來也經歷過這些改革 那讓他的經濟呢 在2000年以後再度有一些很好的表現 那接著我們就很簡單的看看 像德國的這些 當然如果說從全世界這個大企業來看 全球一百大還是美國居多啦 美國還是居多 那這個戰後 整個美國在國際政治經濟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他致力也豐富 然後科技創新到現在為止它還是最強的 所以呢 全球一百大 目前是美國大概有一半 那中國大陸呢也不少 也有十幾家 目前 那德國大概六七家 六七家 那這個比較大的呢 比如說像這個化學業的 拜爾 還有這個網路科技這個SAP 還有汽車 還有這個像很多的金屬工業 重化機械工業這個西門子 還有這個保險業 統一安全保險 那當然還有很大的其他的 這個汽車公司 像福斯公司 VW 然後另外這個如果要標數 大家很喜歡開的像那個保時捷 還有像這個寶馬 BMW 等等等等這些的 還是有 那我們可以看看它重要的 這個產業呢 當然這個機械化學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汽車的出口 佔它快五分之一 然後機械設備呢 出口快佔到百分之十五 然後化學品呢 大概佔到百分之十左右 所以這個是它的強項 那至於它的進口 就是資訊光電 這個部分呢 大概佔百分之十啦 那這個零配件 也佔百分之十 那其實呢 這個我們台灣的 這個中小企業呢 我們的強項 其實也就是在這個零組件 component parts 這個部分呢 我們台灣是蠻強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看 像德國很多這些西歐國家 甚至世界大的汽車公司 很多零組件 其實都是我們台灣廠商供應的 台灣廠商供應的 我們在這個整車 當然我們沒辦法 但是零組件 這台灣是很強的 台灣是很強的 我們中小企業 還有像那個我們台灣 我們的工業機器人等等 我們也是蠻強的 我們是蠻強的 我們是蠻強的 那這個是 那接下去呢 我們就 我自己個人的歸納 這個同學不一定要同意 我個人的歸納 就是說它這個發展成功 有一些因素 我自己把它歸納大概四個 那當然還有其他後面的 這個比較小的一些影響 比如說呢 第一個 我還是比較願意從歷史的發展因素 就像說我們今天談那個創新 文創也好 還是要有很強的文化基底 這個創新不會憑空而掉下來的 不會的 不會掉下來的 所以呢 我就是嘗試的去整理 那這個德國的這個經濟發展呢 我們今天 比如說我們簡報的最後一頁呢 會跟同學談一談 就是說基本上 我們如果跟德國有約呢 基本上不要遲到 那德國人跟我們有約呢 基本上是除非重大的什麼交通什麼主賽 也不會遲到 為什麼 因為都是提前幾分鐘到門口 然後呢 比如說約十點 那十點就按電鈴 就準時到 那但是呢 比如說德國人這個聚會 基本上他們吃飯什麼都很安靜的 不會說這樣 像我們這個講話就講得很大聲嘛 他們不會了 但是呢 他們有時候公眾場合啊 他會醒皮涕啊 聲音很大聲 這個 這個 他們認為那個是正常的 正常的 那另外呢 他重視公共秩序 怎麼重視呢 比如說很多地方 他禁止停車 但是有時候德國禁止停車 那個標示很複雜 他一個紅圈嘛 打兩個打一個叉叉對不對 那有時候下面有一個鍵號 右邊是指說這個以後 右邊是不准停車的 那有時候我們剛去念書的時候 根本不知道 看不懂 他有時候右邊一個鍵號 左邊一個鍵號 有時候兩邊兩個鍵號 那結果呢 有時候我們說 趕著去辦什麼簽證 趕著去辦這個什麼什麼 那看這個地方是空的 結果他停下來 那出來以後很慘 就馬上一張罰單 一張違庭的罰單 為什麼 因為呢 德國很多老人 這個休閒的時候 他就在大概三樓四樓嘛 那個房間往下看 他一看 某人違規停車 馬上打電話報告警察 那警察就馬上開罰單 所以我們事情半晚又出來 哇糟糕 一張罰單 那就乖乖去繳 乖乖去繳 好 那這個也很多很多的這些 生活的習慣 重視集體的秩序 這個是他們比較重視 那從歷史上呢 基本上 像 他這個發展呢 工業化當然是英國最早 然後慢慢呢 他就是受到英國 科爾文新教這些影響 那這些呢 就慢慢帶進來 資本主義的一些主要的成分 資本主義的成分 比如說 要負責 要負責 要獨立自主 要獨立自主 要合理化 然後呢 那個慾望不要太強 然後要誠實 然後呢 這個服務大眾 服務大眾 然後 基本上 不會太重視盈利 也就是說 在這些的傳統信念之下 像德國的企業 他不會只追求 那個報酬力最大 他不會這樣 當然他會追求他的規模最大 就是說我這個產業呢 我這個資本 我這個僱用人數多少 他會追求這個 但是他不會追求說 我一定一年要賺 10個person 20個person 他不會這樣 所以因此呢 當然這個有好有壞 不好的地方就是 德國對於 像買賣股票非常不方便 非常不方便 不像我們這個 這個馬上上網 馬上買 他們這方面呢 受到這些傳統因素的影響 就不是那麼的去重視這個盈利 所以這個觀念上 是有點差異 有點差異 那基本上呢 是在北部地區 這個都市化 因為受到一些新教的影響 那這個都市化的程度 比較早 比較高 就人口慢慢慢慢朝向這個都市 然後呢 知識的普及呢 當然就是因為馬丁路德在 十五十六世紀那個時候的一些改革 他就是剛好他把那個拉丁文 聖經的拉丁文改寫成他們懂的德文 然後再加上德國的印刷術 那時候幾乎啊 跟我們漢朝這個印刷術 都有相當強的這個功能 普及他的這些知識 普及他的這些知識 那就讓這個知識呢 不是說完全的教會人士 還有這些王公貴族 他專享的一些權利 好 那麼有這些發展以後啊 那我們大概就可以 也進一步的了解說 那德國呢 他這種跟英國又有點小小的不同 他這個前信的主義呢 是從向對整個社會的好 對整個社會的好 那跟英國的這個課文主張 就是還是有點點不太一樣 利己利人 這樣的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些微差異也 然後呢 這個是慢慢就是一個資本主義的一個發展 好 那接著呢 這個 後來統一整個德國的 這個普魯士王國 佛伊森 就是今天大概在波斯坦那邊嘛 波斯坦那邊 那他有蓋一個歡樂宮 歡樂宮 好 那麼波斯坦那邊呢 這個威廉一世喔 他後來就是 畢斯邁幫忙他 輔佐他統一這個德國 那他呢 也主張說把大型的私人企業呢 轉變為這個國家還有基金會的企業 所以在18世紀 這個時候呢 他就是培養了一群熱愛工作 熱愛工作喔 有這個工作熱忱 而且他們當時候啊 也 畢斯邁呢 也協助喔 就建立全世界第一個 這個國家保險 就社會保險 那當時候呢 他們就是 同意喔 這樣設計說 要給這些行政人員呢 比較好的 退休金 生活保障 就說恩己制 就說國家保障他的這個退休金生活 那 所以他這個是很早很早有這些想法 有這些想法 好 那 接下去呢 也就是 接下去喔 他雖然喔 德國的工業化 這個是比英國慢 就西歐大陸呢 這個工業革命是來得比較晚一點 可是呢 他這個國際化的程度喔 是相當高的 國際化程度相當高 也就是說喔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看一看喔 這個工業化的時程 比如說各位看 英國 第一次工業革命 發生在英國嘛 那慢慢慢慢傳到西歐大陸 法國 然後呢 慢慢慢慢慢慢 像這個德國呢 日本 美國呢 1800年喔 就是他跟英國的差距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德國還是比較晚 所以那個時候的德國呢 就也有一樣的 就是說 剛開始是不是要保護自己的產業 因為 像當時候 李斯特他們就有這些想法 要保護自己的產業 然後呢 讓幼稚的產業發展起來 這個 當時候德國也有很多這些討論的 那當時候就是因為他們很多很多這些小諸侯 所以今天 比如說我們到 不管是德國南部啦 北部啦 甚至藍河啦 甚至藍河 甚至藍河 從科 從那個摳布蘭斯發出去的莫索河 很多很多小的古堡 那小的古堡 當初都是很多小諸侯 那這些小諸侯呢 特別是北部 北部 他們呢 漢堡 布萊梅等等 他們早年要交易鹽 甚至紡織品等等等等 他們就是很早很早從事這個國際貿易 國際貿易 所以一直到現在 他們認為說還是朝向一個比較國際開放的 一個角度來發展 他們認為還是比較好的一個情況 好 那 這個方面呢 還是可以再簡單的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這個 他們的 蘭茵的 所謂的蘭茵的模式 也就是社會市場的經濟制度 那這個部分 也就是 如果我們再具體一點 比如說 像有一本書啊 叫做國家的競爭力 就稍微把它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也就是說像 德國的這種經濟制度呢 它 它 有一些優勢 它不是推翻資本主義 但是它也不是實施共產主義 它也不是這樣 它是比較介於這個中間 介於中間 所以 在這種情況之下 像整個大致上 德國的經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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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上 就是所謂的一個德國的氣氛 比如說呢 物價控制的比較低 物價 他們重視物價的穩定 因為呢 後來 德國也發生過幾次的 高度的這個物價膨脹 就像說 台灣在 我們在1948年 1949年 我們這個 台灣的物價呢 通過膨脹非常 非常高 所以我們有實施這個後幣改革 那 德國呢 它是從戰爭 戰後 然後 他們有這種體驗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 物價的管理 要重視物價非常穩定 這個是真的 差引大家一個特色 然後呢 強勢貨幣 然後 當然要促進經濟成長 然後也重視社會福利 重視社會福利 像剛剛所提過的 當然到今天 也不是說 德國的社會福利最好 只是說呢 它幾乎是全世界最早 有這樣一個 國家社會保險的制度 這樣子發展出來了 那簡單的 有一些特點 就是 它的資本主義的太陽 還有呢 它引進一些教會 教會 重視社會秩序 然後 有基督新教 這個工作的努力程度 工作努力的態度 然後最後呢 它有一個勞工 重視勞工協會 這個組織 所以德國的工會 這個勢力是相當強大 所以如果說 我們把它做一個簡單的整理 就是這幾個重點 就是最後一個 重視這個勞工的權益 所以每一次呢 他們勞資雙方談判 勞資雙方談判 工會的代表 也可以提出非常有力的一些說法 那雙方呢 基本上 他們的個性 不會說 我一定要贏的 而是呢 彼此 資料 攤出來以後 彼此大家呢 就視論視來做談判 那最後常常呢 就是所謂的 中間 或是平均數的概念 中位數的概念 就是說 比如說 勞方呢 他提出要加薪百分之十 那資方就說 真的是沒辦法啦 我們對外的競爭力啦 還有我們的 這個 生產的成本啦 各方面 那最後就談談談談 然後常常呢 是在 工會 威脅說 你再不加薪 那 我明天就開始罷工 大概是前一天 然後雙方就會達成協議 雙方達成協議 那達成協議呢 就說 好啊 你要求百分之十 我要求百分之 我只能加百分之四 百分之五 那我們就是 把它往上提一點 百分之七 百分之多少 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會達成協議 達成協議 然後啊 這個部分也包括警察 警察呢 他也會示威的 他示威遊行 那這個警察 示威遊行很好玩 他也是非常有秩序的 拿著標語啊 在街上走 那旁邊呢 有兩排警察就是執行 要保護他們 就是自己的同仁 保護自己的同仁 來遊行示威 那 基本上 這種現象呢 大概在 維持到 大概三四年前 就是說德國難民 人數不是很多的時候啊 基本上這個社會秩序 是蠻穩定的 是蠻穩定的 好 那如果說 我們嚴格要講他的一些思想的 這些源流 那再廢個一兩分鐘 如果是真的要這樣講的話 當然還是從古典的自由主義開始 亞當斯密 英國的經濟學者 他寫的國父論 還有天賦人權這個思想 天賦人權的思想 還有利己主義慢慢呢 也會 還有啊 他每次認為說 自由 自由是人類的本性 自由 所以各位看到剛剛 我們放很短那個YouTube 上面啊 一個Freedom Freiheit 一個自由 還是他們重要一個想法 那這個部分呢 也是源自十九世紀 德國的社會運動 慢慢對這個 完全古典自由主義的矯正 那有幾個重要的人物啊 然後呢 也會討論說 這個國家在社會 這個問題的功能 國家 他的角色 是完全重的 或者是 完全這個很輕的一個角色 那我們討論這邊呢 當然這個同學也知道了 不會說完全一個極端 完全極端 除非到德國在納粹的時候啊 那個時候是 完全是 所謂的機械學說理論 mechanic view 就是說國家是 所有社會活動 舞台的中央 所以他要管制所有的 還有這個 像這個 俄國的 這種中央計畫經濟 另外有一個就是 比較 比較 稍微 自由的 就是說 人民才是 這個主體嘛 那 這個基本上就是 要有所約制 有所約制的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國家要管到什麼 那什麼是不要管 這個 這個 在 德國南部黑森林 德國南部黑森林 就製造那個 庫庫中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呢 有一個弗萊堡 那個有一個弗萊堡大學 後來有幾位重要的學者也在那邊 像 海耶克 像那個熊彼得等等的 他們都曾經在那邊 還有 有幾位 就是 各位如果 可能有聽到 這個什麼 創造性的破壞 那位 Yosef 熊彼得 等等 也 也有曾經都在那邊 那他們就提倡一種 比較 自由的 這個氣氛 這個叫 弗萊堡學派 大約在20世紀 大概1930到1940年代左右 當初像有幾位 像 Walter 比如說 這個經濟制度 最好是考慮到 你這個價格體制 要有 有一點點的自由 然後幣子要穩定 然後競爭 但是呢 財產 財產要保障 私有財產要保障 那 人民 在簽署這個契約 要有自由 但是呢 還是要為自己的努力結果 來負責嘛 就是說你如果經營企業 有贏有虧 難免 那你要負責 然後企業呢 要繼續投資 來促進這個成長 因為你企業投資一塊錢 你會僱用一些勞動力 你會買機器設備 然後呢 僱用勞動力 它會創造價值嘛 創造價值 那你賺了薪水 你會去購買商品 然後你去買機器設備一樣 它背後 製造機器設備的企業呢 它也會僱用勞動力來生產 所以這樣子是構成一個良性的循環 然後 等富裕了 然後企業賺到錢了 它又可以來投資 所以促進一個良性的循環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第二個 比較可能的因素 就是它這個傳統 有創新 有這個傳統的創新 比如說 這個裡面就是 像普魯士王國 這個主要宰相 畢斯麥 歐托逢畢斯麥 所謂鐵學宰相 它就也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貢獻 好 那我們接著就休息個十分鐘 那大家同學動一動 否則聽這個會很疲倦 大家動一動 好 那我們接著去在後面的有一些因素 再向同學分享 好 各位所有我們繼續談一談 就是第二個 可能促進德國它經濟發展繁榮的因素 是從這個傳統的創新產學的合作 那這個部分會跟當時候 就是1875年 就是這個普魯士王國 它統一就是西邊的這些諸侯國家 東邊當然就是那個威爾納 威爾納另外他們這兩個 那因為當時候碰到這個經濟的衰退 所以這個畢斯邁它就有考慮到說 怎麼樣來像有效的整合資本 有效的整合這些資源的勞動 以國家的力量來促進它的經濟成長 這個時候就是說這個政府的力量 稍微有點介入 有點稍微介入這方面的這個經濟發展 但是當然你要介入多深 這個當然就是一個這種制度拿捏 觀念的問題 那剛剛有講過 它為了保障這個民眾 免於一個口懼安全這方面的這個考慮 所以他們建立一個社會的保險 好 那接下去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像當時候在很早的時候 像比如說南部有一個羅馬人建立的城市 奧古斯堡 奧古斯堡當時候也有發展出 這一個所謂的這種社會 有點是社會住宅這種概念 社會住宅這種概念 比較具體的是1915年 在奧古斯堡有兩大家族 一個所謂富閣 為貧困的這些教徒呢 他們來建造 每一棟幾乎都是紅莊瓦嘛 紅莊瓦 那原來住的是55歲以上 唯一無靠的老人 那象徵性的租金 就是說早期他們是繳 他們的貨幣當然叫Gordon 那以最近歐元來看 大概是0.88塊 不過當然這個錢不重要 這個最主要是說 象徵性的租金提供歷史的社會住宅 好 那麼這個部分在目前所謂的福閣萊 這個福閣萊之家 這個目前都還在德國南邊的 還在這個巴巴利亞邦裡面 這個也是很重要一個羅馬人建立的城市 好 那接著呢 我們談談到 他這個建立 以這個國家力量來整合 那當時候 他已經很多 有這些幾百年歷史的一些傳統工業 像比如說鐘錶 那這個鐘錶工業呢 特別是在這個黑森林地區 西南邊跟德國交界 然後南部就是瑞士嘛 那這邊它有這個鐘錶工業發展得不錯 那鐘錶工業其實當時候來講 就是需要精密的這些設計 所以在這邊呢 就有一些慢慢慢慢發展出來的 所謂現代工業的關鍵的極限 那接下去呢 還有像在這個中部 中部一個歌廷根這個地方 比如說同學們 如果我們有念一些統計學啦 數學 有一個高師定理 高師計算 就是在這邊 有一個Karl Friedrich Gauss 他就在歌廷根大學嘛 他那時候呢 他是在歌廷根大學的數學系 也就是說 他有發現一些學理 然後慢慢慢慢的來 現在後來呢 慢慢慢慢把它發揚光大 好 所以也就是說 像這方面呢 歌廷根這個大學的數學系 跟附近的這些中小企業 都有一些合作關係 慢慢慢慢把他們的這些想法 把它引申 好 那慢慢的就帶到這個二戰以後 二戰以後呢 那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他們首任的經濟部長 這個叫做Ludvich Erhard 他當時候啊 就有整理了以前他老師的一些想法 他在二戰以後擔任第一任的經濟部長 當時候整個西德地區是管制的 就是說你買賣啦 物價什麼 就是盟軍 美軍最高統帥在管 你不可以隨便讓這個東西漲價 不可以讓什麼什麼這樣增加或減少 那結果呢 久了以後發現說 大家過得不愉快 你要買麵包沒有麵包 你要買什麼沒有什麼 後來他這個人就很大膽 他沒有通知這個美軍的最高統帥 就是駐西德的最高統帥 他就有一天呢 宣布第二天 所有這些社會上的物價都不管 就是說讓供給需求來決定這個物價 這個他做了以後啊 結果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慢慢慢慢慢慢這個情況不一樣 市況不同了 慢慢像所有的麵包店架上就很多麵包 然後很多商店呢 就很多東西願意拿出來賣 那慢慢慢慢的他就是說 因為他有繼承戰前的 有一些這種社會市場經濟的想法 然後他想說這個長久管制還是不好 所以他後來當然有人 或是他自己的整理本書叫Wolstein for other 那台灣有翻譯啊 就是自由經濟以大眾福利 那那個是相當有他的心得的整理 也是相當重要的 那他呢也就是說這個剛剛講過的 所以後來的人呢 把他稱為是德國的所謂經濟奇蹟之父 不過當然是這樣的 我也不太贊成這個個人崇拜 也不一定說完全是他的功勞 只是說慢慢慢慢不要過度的去管制 就是讓這個企業活動呢 他有一些自由度 那這個還是比較好的 所以慢慢慢慢慢慢 也就是有這個開放 然後最高的目標是服務消費者 服務消費者 然後呢我們這個經濟活動 經濟活動是要服務 是要服務 然後把它融入我們的政治經濟 還有社會制度裡面 大家要有一些這個共識觀點 所以剛剛有提到這個高斯呢 協助了很多在哥田根附近的 一些中小的企業 他這個發展 當然像我們都了解說數學系 數學呢當然我們練起來 有時候覺得很痛苦啦 但是他真的是可以幫助很多的 這個科學的這個發展 好 那這個就是 這個德國他那時候還沒有換成這個歐元 1998年之前 他們十塊錢就用這個高斯 這個像當成他十塊錢馬克 十塊錢馬克的這個像 那比如說台灣也有翻譯一本書 叫《丈量世界》 當然這個是洪寶 另外有一位學者洪寶 他到世界各國去遊覽當時候 然後寫了書 就是說他可以幫助這樣一個精密的計算 然後就可以發展出比較精密的一些工藝 這樣的一些貢獻 好 那另外如果說這個同學有興趣啊 未來 這個台灣也有翻譯一本 中國大陸也有翻譯一本 叫做《德國的64個核心概念》 比如說呢 對於社會文化經濟活動啦 哲學啦 音樂 有非常非常多的描述 非常多的描述 比如說呢 一般來講 他們當然重視工作跟休閒的區分 比如說 星期五大概下午呢 星期五下午 他們彼此是講說 FIRE UP 就說星期五下午大概四點五點 他們就大家準時下班 準時下班 不會再加班的 然後休息是為了思考及內行 就像說啊 我們台大不是有眾生二十一響嗎 對不對 為什麼一天有二十四小時啊 為什麼只有二十一響 因為當時我們一個前校長 就想說 一天同學們 你至少要思考三個小時嘛 你可以玩二十一個小時 包括睡覺 那上個小時要自己想一想 自己想一想 那我們的心靈才能茁壯 心靈才能茁壯 我這個是順便談一談 那就是說 晚上 假日是休息的 尤其禮拜天呢 是重視家庭的聚會 禮拜天是重視家庭聚會 然後 這個娛樂也是一種磨念 娛樂也是一種磨念 然後另外呢 他們現在也有一種叫做裸體文化 FKK 這個剛開始我們在那邊 剛開始去會不適應 在比如說公園 比如說好吧 就我們學校舉例 比如說這個運動場 要天氣好 哇一大堆人 這個我講在座同學 這個是他們的事情 就是大家呢 都是光光的在那邊 都躺著躺著躺著 但是呢 所以不會侵犯誰的 剛開始我們去 什麼大公園是這樣 一堆人這樣子 但是他們是認為說 這是回歸自然嘛 回歸自然 然後 這個足球呢 週末的足球也是很瘋狂一件事 週末足球 那 每個地方 都有足球場 每個城市都有 然後彼此對抗 那當然對抗的時候 我們不要做錯邊了 做錯邊了 等一下它輸掉了 我們亂喊一通會被打 會被打 好 那 他們的性情呢 當然也不一定說 一定是怎麼樣怎麼樣 是說還是有點包了萬象 那 婦女喔 是勤儉持家 然後呢 他們也會認為說 像這個兒童 照顧兒童呢 是國家的責任 因為他們認為說 兒童是國家的資產 不是你個人的資產 所以 國家有義務來照顧兒童的這個生活 所以 從搖籃到墳墓 國家有義務來照顧 好 那這個是他們的 有一些想法 那另外呢 也不是說他們沒有什麼焦慮啦 焦慮還是有 因為這個技術 還有這個工業化的速度是蠻快 那另外呢 因為他們的疆界 歷史上的發展 領土一直在變 又在變 所以當然也造成他們 有一些不確定感很重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它有一個 形成一種所謂 比較鬆散式的這種 集體形式啦 所以 比如說 現在大家又回過頭來想一想 以德國人的所謂的這種理性呢 為什麼 在1930年代 33年以後 會跟著希特勒跑 那形成這個 所謂的國家社會主義這種 集體主義的想法 等等等等 現在是 當然大家還是在討論這些問題 然後他們也鼓勵一些冒險嘛 比如說1873年有金融危機 但是因為他們的手工業蠻強的 像這些鐘錶啦 木匠啦 鐵匠啦 他們呢 重視這些工藝 所以跟英國法國呢 用機器伸展的紡織品不太一樣 他們有些 他們的一些強項 然後 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想法是 也會鼓勵創新 還有創造 那當然啦 這個剛剛一直強調的 因為他們很多小的諸侯國 那小的諸侯國彼此要貿易 那這種情況之下 還是會有一些 這個不一樣的想法 可是後來呢 因為曾經也被拿破崙整個攻占 整個攻占 所以慢慢就有一個 一個所謂大一統的這種想法 也就是說 後來呢 就促成了這個普魯士 這個威延義士 然後統一整個德國 這樣的一個太陽 那至於說他們的音樂 他們音樂這個是 我們把它統稱為古典音樂 這個事實上是很多可以彈 但我坦白承認 音樂這個部分也不是我的專長 我只是說 各位可以很多的不同的欣賞的角度 然後去瞭解 那像那個各地方都有他們的歌劇院 那歌劇院都用非常合理的價格提供給學生 來欣賞 或是一般低鎖的人來欣賞 那在這個大概東邊 大概東南部呢 有個Baroid 那個地方就是每一年很重要的 那個所謂的歌劇的盛會 那個都非常重要了 那特別呢 這邊提到 像這個我們音樂沒有再放了 就是當然貝多芬嘛 貝多芬這個是 也是相當重要的一位音樂家 那他的那一首歌 就是歡樂送了 我剛剛提過就是現在歐盟的歌曲嘛 就是說大家都是兄弟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那大家歡樂團結在一起 他就認為說這個音樂是一種憤怒的湧動 音樂不再是上帝的恩賜 就是說這個巴哈呢 巴哈的宗教音樂 這個是非常非常高明的一位音樂家 他那個宗教音樂呢 發揮得淋漓盡致 那後來到慢慢到後面呢 他們就有不一樣的看法 好 那像他的 剛剛講那個歡樂送第九號 還有像1804年呢 那個所謂的第五號交響曲 本來是獻給拿破仁 後來拿破仁呢 就自己在法國稱皇帝 他憤怒之下 就把這個拿破仁拿掉 就改成英雄 獻給某一個英雄 這樣的情況 還有像剛剛所提到的 在巴哈利亞那個邦 東邊有一個叫做巴洛伊特 這個音樂學 這個音樂家呢 華格納 華格納 他當時候 受到這個巴哈利亞二世 這個國王 這個國王是 就是說 他一直在揮霍他的財富 大家把他視為 就是說發瘋的國王 但是他很重視這個藝術 然後建那個新天鵝堡 那個是白雪公主的原版 新天鵝堡 那他呢 在這個巴洛伊特的地方 建那個歌劇院 那就是說 有人有不一樣的看法 像尼采就認為 這個宗教音樂不應該那麼重要 等等等等 這個有不一樣的這些看法 好 那慢慢的這個發展呢 後來到1990年代呢 事實上德國的這個經濟發展 碰到瓶頸 碰到瓶頸 那這種情況呢 後特別是東西的統一後 因為每一年喔 整個西德的政府啊 就是說德國聯邦政府 要至少花1500億馬克 來重建德東 要花很多錢去解除污染 那個交通建設等等等等 都要去改善 那花很多錢 所以造成這個赤製 財政的赤製 財政的赤製 財政的赤製呢 大幅以後啊 就是整個金融市場的利率上升 那結果呢 這個比利時啊 荷蘭啊 附近這些國家資本 都流到德國進來 所以整個的造成這個 西歐地區金融情勢大亂 那時候是大亂 1991、1992年 那慢慢的呢 就是德國啊 德東地區 因為這個主要是他還經歷過這個幾十年 這個社會主義的這些想法 基本上工作效率還是比較不太 不太重視 所以呢 比如說大概1989年之前呢 我們有認識有些德國人到德東去 那結果會發現說 早上比如說這條路 有三個工人在那邊 下午這三個工人還是在那邊 那一個地方都沒有動 這個慢慢慢慢 當然這個是難免的 有這些這個制度社會的影響 所以那個時候後來到2009年呢 德國的經濟呢 因為要重建德東花很多錢 那慢慢慢慢慢慢 他的經濟成長率變為負的 那失業率呢 曾經最高 所以那個時候啊 就曾經被譏諷為 這個歐洲的病夫啊 那個時候 德國啊 那個時候 然後 這種情況下 物價漲得非常高 失業率也非常高 好 那這個時候 當然就要面臨改革 面臨改革 那這個中間呢 我們還是要稍微提一提 也就是 德國的中小企業呢 是他很重要的經濟支柱 那這個部分其實跟我們台灣一樣 中小企業是我們的支柱 那德國就有很多這種所謂 規模雖然小 可能是在小村莊 小村莊森林之後 但是呢 他的精密程度 工業的精密程度呢 事實上是全世界相當重要的 好 相當重要的 所以呢 有一個作者呢 Simon Herman Simon呢 就是把這些現象給他寫出來了 那把他成為這個隱形冠軍嘛 這個所謂的Heiden Champion 這個部分啊 德國佔的比重最高 也就是說 德國中小企業 這個影響力還是蠻高的 那其實跟我們台灣是一樣啦 我們台灣的中小企業大概佔了 我們所有企業百分之98嘛 這個雇用人數 雖然不像大企業很大 但是總人數也不少 那出口的貢獻也不少 所以 就說德國這個中小企業這邊 他們的貢獻是蠻大 好 那慢慢的 比如說可以舉一個例子 很多這些中小企業 像比如說管理像歌劇院 那種螢幕的升降等等的控制 那個很多都要非常精細的 那這個很多都是德國的中小企業他們 像美國的拉斯維加斯 那個很多的這些 噴水泉的控制 自動控制等等 還有像這個風力發電 這個部分呢 德國的這些中小企業 都有很重大的這些貢獻 好 那他們也重視這種 產學合作 因為他們的學徒制度 這個是雙軌的教育制 這個是他們很重要的 那這個部分呢 他們基本上是雙軌 大概 當然這個部分也有一些講是不太公平 他們小學四年級就開始分流 分流 有一部分走職業的 有一部分走文科的 就是念普通大學 這個軌道 就是中學、大學 有一個是職業學校 那職業學校呢 當然就是他們呢 每個星期都有幾天 比如說你要學那個美容學徒 就在美容院裡面 那或者在工廠裡面 那所以這個部分呢 他們就是有結合 這樣一個產學合作 然後訓練出來以後 他們事實上就得到一個 所謂的師父 就是說最後最後 成為最高的師父 這個職級 他們這個所謂的meister 師父的職級呢 他們的報酬 不會亞於大學的教授了 這個薪水也是非常崇高 非常高的 他們就要雙軌的教育 那慢慢慢慢這樣子一個發展 那德國的這個創新還不錯啦 就是專利全數 是比法國啦 其他的西歐國家來得高 這個就是剛剛所提的第三個因素 就是彈性的勞動市場 要雙軌制的這個教育 他們後來就是在2010年呢 當時候有一位總理 他就改革 那改革 這個有好有壞 好的話就是他很多地方鬆綁 容許成立一人公司 還有所謂的部分公司制 那這種當然也有點是破壞 那種所謂的典型的雇用制度啦 不過這個早期 德國就有這種比較彈性的做法 也就是說 因為他們要解決失業的問題 那他就說好 我們來想辦法 我們就說你不需要一個人 一個禮拜上班到38小時 我們可以有19小時的 因為有些人 有些婦女 他只要說半時來工作就好了 一部分在家裡照顧子女 這個這也可以啊 這也可以 所以他們就有所謂切割 所謂的半時的工作職位 甚至有四分之一的 像比如說有時候學校的助理 他們就四分之一的職位 那大家 很多人都有機會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增加這個 年輕人的就業機會 另外呢在稅制上 還有這個退休制度 都有一些改革 那後來呢最近 那個梅克爾總理呢 也就是把這個 特休聯名從65歲 延長掉67歲了 67歲了 因為德國人口老化 當然就是比我們更嚴重 更早 只是說台灣老化速度太快而已 我們是太快了 人家是經過這個七八十年 那我們是短短的二十幾年 我們人口老化速度就非常快 這是我們的問題 然後呢剛剛所提過的 這個勞工的成本就降低 所以它在國際市場上 它的生產就有競爭力 它成本就沒有那麼高嘛 就有這樣一個情況 那那個時薪呢 它有實施這個最低工資 在今年1月開始呢 每個小時8.5歐元 每個小時8.5歐元 剛開始去年前年沒有統一 那今年1月就開始 所有的行業都要適用 這個最低時薪 那各位把8.5歐元 乘以比如說大概33塊台幣 就是大概台幣的這個價格 台幣的時薪 那我們現在大概120吧 120塊台幣 好那另外當然它政府 對中小七有很多的協助 最主要是它有個政策銀行 比如說這個重建銀行 還有這個所謂這個創意補助的方案 好那我想這個很多細節我就不再談 那對於這個技術勞工短缺呢 他們也有一些做法 有一些做法 比如說就提升鼓勵這個創業 對現在鼓勵創業 這個鼓勵創業 然後這個培育下一代 然後提升這個企業家的精神 然後像這個部分 他們也一直在推進這個創業 然後下一個交替世代方案 然後這個所謂的學校企業家的創業 還有降低新社企業的成本 那政策銀行就是德國復興信貸銀行 所謂KFW 他們提供不少的援助 不少援助 好那他們前二十大 或甚至前一百大廠商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 大致上還是在南部跟西部比較多 南部是巴伐利亞最富有的邦 比較多 他有剩餘他來援助其他的 特別是德東地區 還有北部的地區 那西邊呢 特別是北萊茵邦 這個是比較重要 像盧爾區 盧爾區 那這個盧爾區 它當然是佔前都是很重要的 煤崗這個地 這個產地 那慢慢的 它很多工業區老化 然後荒廢 所以那個地方 他們就是有經營很好的 那個所謂老舊工業區的重建 這個重生 那我們自己國內 也有不少人去那邊研究 那回來也開始要設計 我們自己國內的 有一些老舊社區 甚至老工業區的活化 他們這個部分也做得不錯 做得不錯 好 那剩下的 這個都是一些舉例 他們有一些 這種比較精密的工業 也有工業區 等等等等 那比如說風力 風力就聚集在北部 因為它北海那個風很強 這個部分就是 也是有不少的這個企業 好 那接下去 我們就說 它的這個科技政策 那這邊 有一些可能同學也說聽過 我就不會講太多 只是說 從第一次工業革命 然後到現在呢 要邁入第四次 所謂工業4.0 工業4.0 那工業4.0這個思維呢 他們大概在2011、2012 那個時候都提出來 那後來呢 就是很多國家都跟著 比如說美國啦 也有日本 還有像中國大陸 什麼中國製造 等等等等 那我們自己呢 也有工業 也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發展4.0 那基本上 也就是說 把這個 目前這種網路科技發展 把它融進來 然後垂直整合 然後改進我們的 這個整個基礎的設施 也就是說 它是把這個 目前發展 然後看到未來 這個發展的太陽 這個前瞻性的 這個整個把它容忍 把它這個 納進來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 比如說 人性面 技術面 組織面 那這個 企業進合 這個就很重要 co-oppetition 這個是兩個字合起來的 competition跟 cooperation 這個合起來 co-oppetition 這個進合 我們有一些地方競爭 有一些地方可以合作 這個是 我們才能壯大自己嘛 好 那這個是它這樣的一個發展 好 那這個 目前當然這個虛擬實體的系統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系統 也就是說 這個產值跟生產的方式 運作的方式不太一樣 最早 像1764年 這個水利蒸汽 這個第一次工業革命 第二次大概1870年 比如說大量生產 第三次大概1970年左右 就是這個城市邏輯控制 然後最近最近 就是虛擬系統的這個調和 也就是說慢慢慢慢有這些發展 那這個是德國他們看到這些問題 好 那這個我們就跳過去了 所謂的smart factory 所謂的智慧工廠等等這些的 好 那當然啦 也就是說整個這個德國人 他們從歷史上到現在 他們經歷過幾次很大的這些衝擊 比如說1945年戰後 很多的回憶 很多的批判 他們當時候是整個社會喪失自我 然後1968年 那時候很大的影響到 這是全世界普遍的 全球的學運 全球的學運 那個最主要是1967年 當時候 就是說有這個 德國柏林大學的學生 他們認為說 這個老一輩子應該要檢討 你比如說戰爭 戰爭以後 那這個有些情況要檢討 結果不幸 在慢慢的這些街頭的抗議活動裡面 被警察射殺 結果就引起了這些學生的憤怒 所以1968年就慢慢那個風氣 導演 也不一定是完全德國發起 就是說剛好那個時候 就全球 剛好所有大學 這個都是學運運動 然後慢慢就批判 包括整個德國的 他們的社會 對於戰爭的一些問題跟檢討 那後來慢慢 1989年 就是整個全球的冷戰氣氛就緩和 那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慢慢的 那剛好有一群東德的人民到東歐去 到匈牙利 那結果呢 後來他們就說 他們不回去東德了 他們想要投奔自由 到西德去 當時就造成很大很大的 這個全球的外交的 這些騷動 然後剛好那個時候 就是整個蘇聯 還有整個全球冷戰的氣氛也盪下來 所以慢慢所謂的二加市 東德西德 還有這個俄羅斯 蘇聯 美國 法國 還有英國 他們就是二加市的會談 就同一說 好 那東西德 就把它整合 把它整合起來 好 那發展到現在 東西德還是有一個差距 德東 他們的薪水報酬 事實上還是只有德西德 大概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八十而已 所以還是一直在抱怨 然後經濟情況相對上不好 然後再加上最近 大概有一百多萬的難民 就是梅克爾總理接納 一直接納 然後引起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科隆暴動 騷動 德東地區騷擾等等 那結果呢 他右翼的 一個alternative 這個右翼的政黨就起來了 那今年的選舉 他們都慢慢進入這個國會 還有幫的這個議會 那這邊呢 當然就很多的辯論 很多人認為說 德國其實很早也就是移民國家嘛 那何必這樣一直區分說 你我等等等等 那這個是有很多一直現在的難題 那這個當時候 1989年11月8號 整個時候說柏林圍牆要開放 很多人去這個慶祝 那到現在 這個他們的柏林的布蘭登堡城門 那東西都統一條約 那統一了 當時候統一了十年以後 本來當時候最早的圍牆 那現在就是圍牆都拆掉 所以就成為這個 改成一般的馬路 蓋很多的這個房子 那這樣慢慢慢慢的這個嚴重 那這個梅克爾總理呢 當然是最近 大家討論比較多 那最近呢 前兩個禮拜他已經宣布要辭去 因為在兩個邦 兩個地方的選舉他都輸掉了 沒有輸啦 但是選票大幅流失啦 大幅流失 巴伐利亞還有黑森幫都大幅流失 因為民眾不滿 他對於難民的這個完全接納的態度 然後引起這個歐盟東邊的東歐這些國家 像因為那個難民呢 待會兒還有個圖 就是大家可以從地中海從東邊一直上來嘛 經過匈牙利啦 奧地利 然後一直進入木尼黑 這樣上來 那引起很多的社會問題 那基本上 大家還是對他滿尊重啦 因為他幾次的歐洲 2010年以後 歐洲這些國家的債務危機呢 還是靠他比較堅硬去成立 他本身是物理學家 本身是物理學的教授 然後他比較寡言 他話不多啦 所以當時候2015年有一個開玩笑 就說熱門誌言 叫Maklin Maklin 就說什麼事也不做 不決定 不吐落豐盛 不吐落豐盛 這樣子 因為德文的動詞 這個Maker是他的名字 Maker他的姓 Family Name 那後面加一個N 就變成動詞 動詞 Maker 就是說 他這個 有一些調和 瞻前顧後 但是這個是Maker的性格 Maker的性格這樣子 好 那當然接下來就是談到這個歐洲危機 德國的想法跟法國想法 跟拉丁民主的想法就很多不一樣 很多不一樣 我想這些我們就跳過去 但是Maker他還是比較願意來協助 比如說當年2010年希臘危機發生以後 他就說我們歐洲要一起來合作客服 我們來防衛我們的歐元 共同的貨幣 好 那這就跳過去 那基本的想法 我們只要講個兩句就好了 就是說以德國人條頓民主的想法 他是身心比較節約的 那法國人是比較歡樂 拉丁民主更是歡樂 這個藍歐拉丁民主更是歡樂 那這個基本的理念是不一樣 你現在把它圈在一起 那當然一定會有衝突 比如說 這個同學們 如果有機會 比如說到德國人家裡當客人 如果主人他招待你說 你可以盡量吃喝 你就不要客氣 因為早期我們剛去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 我們亞洲去的學生 大家比較客氣 人家請我們喝 不用不用不用 你渴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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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 不渴不渴 那結果呢 因為會結束以後 哇糟糕 我們餓殘了 渴扁了 那結果那些歐洲的 南美洲去了 大家吃飽喝飽 很高興 也就是說 他如果招待你吃喝 那是 他是真心的 他是真心的 所以就不用客氣 但是呢 我也遇過 我到德國北邊 德國北部 做客人 早上 一個黑饅頭 吃兩片 中午呢 黑饅頭 再吃個四片 晚上呢 黑饅頭再吃個五片 就這樣子 也有這樣子 但是當然就是 基本上德國人是比較節儉 然後他比如說呢 麵包不會像我們這麼大方 我們說 哎呀 這個今天沒吃 明天已經不好 我們就丟掉 他明天會留下來 後天可能再留下來 那頂多是煎一煎炒一炒 然後再繼續吃 他不太會隨便丟 那水果一樣 我們說啊這個香蕉快爛掉 我就丟掉 他不會 還是繼續放著 那明天後天再吃 簡單的講 就是說 調整民主的個性呢 你要先節約 你有經濟的問題 你政府不要一面的增加支出 那這一點跟拉丁民主不太一樣 他就說 你就先政府先支出嘛 先支出 那養雞生蛋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這個細節同學不用看 就是基本上 這個觀念不太一樣 好 那最後 當然就是牽涉到能源轉型 還有轉型正義 當然這個方面還是繼續在發展 我只是說 到目前為止我所看到的 稍微來做一遍 很簡單的說明而已 這個絕對也不是什麼結論 也就是說 當然這個Maker當初就喊出 2022年要廢核電 廢核電 那當然這個要很多的配套 他們事實上 在1998年開始 電費就自由化 然後接下去有再生能源法 然後要提高再生能源供給佔四分之以上 然後儘量像有個小村莊能源自給自足 靠早氣什麼 這個是有 那當然它這個價值念是很好 提高這個智慧型的電網 可是它也面臨一個問題 它那個北邊很大的風力發電廠 風力發電很充裕沒有問題 南邊是工業重鎮 史獨卡 那個斯獨加特 慕尼黑 等等 那個是有賓士工廠 有很多的重工業 那北電要燃送 事實上到現在是沒有做好 還是有問題 這個北電要燃送 它這個管道各方面 還是有一些問題 好 那所以這個是 那高等教育的改革 本來他們早期是Diploma制度 念完就是等於台灣的碩士 但是因此會偷太久 偷太久 所以它後來在1999年 整個歐洲國家 在義大利的Borna 就是有一個教育改革 那現在為了統一 讓他們學制可以互相承認 結果分成學士、碩士、博士這樣子 那大概有這樣一個情況 那德國的上課 那個基礎課比我們更可怕 那個教室都很大的 教室都很大 都是四、五百人 這四、五百人的 好 那這個難民的問題 的確 都是從北非 北非其他地區 經過地中海 那現在主要是在義大利 跟希臘 他們有兩個接納中心 歐盟設兩個接納中心 然後在土耳其也是 然後他們就這樣子 從巴爾幹半島上來 一直進到德國 然後北歐、瑞典 然後法國接納不多 然後還有少數到英國的 那現在這個的確是很大的問題 但是也就是說 這個有一些是有助力 但是是不是有一些是恐怖分子 那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那剛剛提過 因為這個難民的衝擊 讓目前的基督教民主黨 它國會 它有在地方選舉的席次 大幅的下降 所以又引起大家 在辯論基本的價值問題 基本的價值問題 好 那最後有一個就是轉型正義 也就是說柏林圍牆是倒了沒有錯 它是從1961到1989年倒掉 那後來就把這個柏林圍牆 叫Biannaut Strasser 這個地區就改成紀念園區 然後這一個原來德東的秘密警察 這個檔案就把它盡量公告 當然有一部分是在統一前曾經被撕掉 後來他們就把那些濕的碎紙片 又把它連接起來 然後讓加害者受害者 他們就有些場合就公開大家見面 談一談就說當初 當初你為什麼會告密 會告密 那可以了解他當初的一些處境 那這樣大家和解 大家去和解 好 那有很多 就是說他主要是在釐清真相 追究責任 但沒有完全沒有要報復 沒有要報復 而且是讓廣大的社會來參與 來教育 所以最主要是這樣 好 那最後也就是說 當然德國到目前也沒有說完全 這個沒有一些醜聞還是有 比如說他那個服飾汽車 這一型的柴油引擎這造假 他希望能夠通過美國能源署的那種排放廢氣的管制 他也造假 他去偷改那個城市 偷改那個城市 所以現在就造成很大的糾紛 還有被美國政府來處罰 那能不能說其他國家其他社會來學 不太容易 因為都有一個歷史的社會背景 所以你說南歐國家 希臘 意大利可不可以完全學德國 大概也不太容易 只是說有時候我們去看到人家好的 那我們就去看一看 那台灣跟德國的這個進出口貿易 還算好啦 就是說我們主要是出口 像電機零組件 剛剛我們提過像有些汽車零組件 還有零組件 那鋼鐵的製品等等 那台灣從德國進口 當然現在這個軌道工業嘛 零組件 還有電機設備 光學等等 這個精密的儀器 醫藥等等這個是不少 那未來呢 我們在這個能源的合作上 我們從德國那邊 比如說盡量去學這個風力發電 看這個風力發電 然後再生能源也是一個模範 那電動車自動駕駛 這個部分呢 台灣跟德國的合作也不錯 比如說呢 德國他們是希望那個電池 那個電池呢 事實上我們台灣學界 研究機構呢 我們剛好有發展出一些 一些新的產品 那個就是德國他們企業要的 德國他們企業要的 還有像在SARS階段 在SARS階段有一些病菌的樣本 Spaceman 那個也是歐盟還有德國 他們很需要去瞭解說 有些細菌病菌 那個太陽那個發展 好那結果就是說 未來呢 我們這個再生能源 這個部分台灣可以再提高 好那我們的運輸系統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再 有一些學習的機會 好那最後啊 就剛剛講的 就是他們重視這個整個社會秩序還有乾淨 所以像早期呢 德國的家庭主婦 天天一定把家裡打掃得乾乾淨淨 然後這個如果有一些庭園花園呢 一定要除草 把它整理得乾乾淨淨的 否則鄰居會抱怨的 鄰居會抱怨 好那另外 有時候他們聽完演講以後 就是如果這個人講得還不錯 就用敲桌子的 就這樣敲 就是大敲就這樣敲 這樣敲 這樣敲 那如果講得不好就虛的 他們就用虛的 好那這個反正大家也不 大家不會打架啦 就是好不好 講不好就講不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來看 好那另外呢 最後就是他們德國文寫的 數字的習慣不一樣 比如說我們是 223456塊錢 比如說我們是這樣 那他們的寫法是 223千 這邊是一點喔 一點 然後最後456一撇 斗點 那個才是 就是說他們的 223456塊 他們是 這邊是寫斗點 然後兩個0 那我們的習慣寫法 這邊是句點 兩個0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太一樣 這個有時候 數字的寫法不太一樣 好那以上呢 也就是我簡單就是我所看到 聽到的來跟同學做一點分享 當然不是所有的全貌 不用所有的全貌 那這個同學們可能會有不少的疑問 甚至有一些情況 有一些點呢 你不一定完全同意我講的 但我講過 這個只是每個人每個人的一些觀點跟心得 那提供來讓同學大家做一個分享 好那我想我們 我這邊就談到這邊結束 那有問題呢 是下個星期還有一個綜合座談嘛 好 好那我們最後就祝福各位了 這個各位同學 這個健康 好 愉快 好 再見 謝謝 謝謝 謝謝李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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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